医生我想问一下 腹壁整形和妈妈臀能同时做吗 首先啊 妈妈臀这一个概念在学术上是没有这个部位的 我们患者所说的妈妈臀有一部分患者理解的是 我们的臀部的后上方的这个两侧的这个脂肪的突起 这个脂肪链 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 他把臀部的一部分当做了我们所谓的妈妈臀 也就是说因为在亚洲人啊 他的臀部的侧后方 大部分人都会出现一个凹陷 或者是出现一个非常凹陷的外观 那么就显得这个凹陷的上方显得非常的突 那么在欧美人的审美中呢 这个突起的部分他们会保留 为什么呢 这样会显得整个胯比较大 而且显得腰短腿长 那么会显得这个线条比例非常的好看 那么在亚洲人的审美来说呢 就觉得这一块是不好看 非常的突起 那么最好的解决方案 其实是做完腹壁整形之后 我们可以去做脂肪填充 去把我们的凹陷来填起来 填成一个非常好的跨的一个外观 那么如果要是没有这种打算 还是想把这一个地方 给它做的弧线更流畅一些 那我们可以通过做腹壁整形术的同时 来对这一个所谓的妈妈臀的部分 进行一个吸纸的处理 那么我们要知道的是 并不可能把这一个部分吸纸吸到 跟臀部的凹陷是一样凹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只是把它的弧线 做得更流畅一些 让我们从背后和从前面看 我们整个的腰部是一个C型的腰部 就更好看一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